据香港媒体报道,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十月与世长辞,享年94岁,其私人葬礼将于十月十二号傍晚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不设公祭,一日出兵。 扎莱恩的女婿内科医生吴维昌十一号表示,葬礼会接受外界赠送的花圈及花牌。 据报道,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十一月十二号下午四点至六点设置调研册,让公众做最后执意。 吴维昌称,首日公众调研在下午举行,是扎莲恩的妻子希望公众调研与葬礼时间不会相差太远。 扎莲恩的家人倾向葬礼安排一切从简,也没有特别邀请扎莲恩生前好友致辞或撰写道文等。 考文署上周公布,香港文化博物馆将于十一月十二号至三十号在金庸馆外设置调研处,让公众签署调研册,以向扎莲恩做最后执意,同时提醒公众, 因要保持道路通畅关系,不会接受鲜花花篮及花圈等。 调研处除了十二号由下午四点至六点开放,其日期与博物馆的开放时间相同, 平日由上午十点至下午六点,周末由上午十点至晚上七点,逢周二修馆,届时调研处会派发少量纪念册。